今生心想的诗 春日偶城 颂 成昊 云淡风轻 静五天 磅花随柳 过前川 时人不时 于心乐 将未偷闲 学少年 这是一首集锦诗 描写春天郊游的心情 以及春天的景象 也是一首写礼去的诗 作者用朴素的手法 把柔和名利的春光 同作者自得其乐的心情 融为一体 开头两句写云淡风轻 繁花垂柳 一片大自然的玉帛生机 第三句是诗意的转折和推进 第四句更进一步说明 自己并非学少年偷闲春游 他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哲理 以及对自然及宇宙的认识 云淡风轻 静五天 望花随柳 过前川 看似十分平淡 但如细细品味 却有几层意思在其中 其一 携自己春游所见所感 云淡风轻 望花随柳 寥寥树笔 不仅出色地勾画出了春景 而且强调了动感和煦的春风 吹拂大地 自己兴步漫游 到处是艳美的鲜花 到处是婀娜多姿的绿柳 可谓人在图画中 其二 着重写自己 流连忘返的心情 这种心情主要是通过 静五天过前川六个字 自然而然地传达出来的 所谓静五天 并不是说自己 时至中午才出来游春 而是用静来强调自己 只顾春游而忘了时间 用自己的突然发现 来表现自己 沉醉于大自然的心情 同样 过前川 也并不仅仅是简单地 描写自己 向河岸漫步的情况 而是用过来强调自己 在春花绿柳的伴随下 过了前面的河流 才发现自己只顾游春 不知不觉 已经走了很远很远 这样 这两句诗 尽管描写的 只是云风花柳等自然景观 和作者喜爱他们的心情 但其中更隐扩着一种 作者要望世脱俗的高雅情调 正是这种情调 才使他几乎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疲劳 达到了如醉如痴的境界 诗人不识于心乐 将未偷闲学少年 主要是诗人自己 内心世界的直接抒发 本来在云淡风轻的 大好春色中漫游 在春花绿柳的簇拥中 陶冶自己的情性 这应该是十分自然的事 但是在扼杀人们姓林的 封建时代 这似乎只应该是有些 狂劲的少年才能干 而须眉长者 只应该端然微作 摆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才行 然而尽管陈浩是一位 著名的理学家 尽管他写这首诗 很可能已经是一位 矮然长者 可他仍然无法抗拒 大自然对他的吸引 做出一些为诗人 所不能理解的举动 这其中就包括了 他对自然真性的追求和理解 同时也包括了 他对一般诗人的嘲笑和讽刺 既表现了他对人生价值的 另一种认识 也表现了他乐在其中 孤方自赏的高雅 至此 一向被人们认为是 道貌岸然的理学家 也有意无意地披露了 他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他不仅生活在 令人窒息的理的世界中 还是一个对大自然 充满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只不过他的感情经常被理 压抑和扭曲罢了 全诗色调协调 情景交融 表现了作者追求平淡自然 不及不躁的 修身养性的性格色彩 和水道取成的务实功夫 也表现了一种 闲适恬静的意境 诗歌风格平易自然 语言浅静通俗 全诗写出了诗人 怀念少年时 在故乡时的事情 表达了诗人 心中对少年时代 以及对故乡黄碑的怀念 最后让我们再来一起 诵读一遍 春日偶成 诵 成号 云淡风轻 静五天 磅花随柳 过前川 诗人不识 于心乐 将未偷闲 学少年 好了各位室友 今晚的诗词 与您分享到这里 更多古典诗词 欢迎您继续关注 唐诗诵词古诗词 怎么走